周五 以色列进一步扩大了对真主党的攻势 在空袭真主党位在贝鲁特的总部之后 以色列总理宁坦雅胡在联合国大会誓言 要全力打击真主党 在隆隆的声响中 建筑物被炮火集中后爆炸 巨大烟尘弥漫在空中 以色列军方周五表示 对真主党在黎巴嫩贝鲁特的总部 发动了大规模空袭 哈加里证实了这次袭击行动 并指责真主党将其总部建在贝鲁特住在大楼下 把黎巴嫩人民当人肉盾牌 当天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 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 誓言继续捍卫以色列的自卫权 同一天美国五角大厦发言人辛赫 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美国对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行动并不知情 也未参与 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周五傍晚讲话 表明中东各方在未来几天做出的选择 将决定该地区走向何方 并对未来几年产生深远影响 据外媒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 真主党的最高领导人纳斯拉勒 没有在这次袭击中受伤 但目前下落不明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田园综合报道